接着上午的课程开始 那么第三讲 什么是斜波交易及特点 神奇的斐波纳契数列 好 这开始进入正题 斜波技术 那么上午也讲过了 目前的提供技术都以顺势交易为主 但是斜波交易呢 它是以拐点交易法为主 斜波技术是根据特定的价格走势 比如说结合斐波纳契波浪理论 来寻找未来行情可能的反转点 这样我们通过斜波技术 找出行情的反转点 然后结合趋势技术 确定精准的进场点 这样才可以在行情刚刚反转 对那一瞬间进场去做 明白吗 就很精准的 从而抓到此次趋势行情的 什么大的利润 目前所有的趋势交易呢 技术只能抓住一波趋势行情的 一部分利润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鱼头鱼尾不吃只吃鱼身 为什么 现在打个比方 比如说我们做传统趋势 航行跌过前期的低点 进场做空 那这个时候举个例子 我们在进场 我们发现航行已经跌了一会儿了 对不对 那么斜波技术呢 就可以判断说 就是说它打到这个最高点的一个位置 我们都可以在这个位置挂单 进场去做空 抓到从最 就是这个反转点一直抓到尾 可以做到这一点 那传统技术呢 可能只鱼头鱼尾都不吃 只吃中间 是不是这道理啊 那么斜波技术呢 可以单独使用 那么也可以配合其他技术使用 而斜波技术呢 会加大 每笔利润的最大值 那么甚至可以吃掉整条鱼 这就是理论上 斜波技术能够吃掉整条利润 而传统技术呢 一般像我做 如果用传统技术来做的话 一波行情从起点到终点 100个点 我能吃到50%就可以了 但斜波可以做到 吃到80%90%以上 甚至100% 这理论上啊 理论上 但是实际交易中呢 有的时候也不会说的 那么去激进 是吧 就在反转点那个 我设好了 我觉得低点在这了 就反转点 我就在低点挂的单 这种也有点激进了 因为做期负分为 左侧交易跟右侧交易 这种的话 我给大家讲一下 左侧右侧交易 大家知不知道 插着题 打个比方 我讲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 我们确定了 这个反转点 是这个在价格一度下跌 那么我们判断出 可能这个20这个位置 是行情的反转点 那么我们如果你 激进一点 在20这个就设置 一个预埋单 多单 就等于说价格 打到20就成交 这个我们叫做左侧交易 左侧交易 就是说 就等于说比较激进了 右侧交易是什么呢 价格打到20这个位置 下不来 反过掉头 那这个我们才进场 叫做右侧交易 理解这意思吗 所以现在很多很多投资者呢 做的多的话 都是有的是做左侧交易为主 老是在哪去挂单 我不太喜欢挂单 比如说你觉得价格下跌 在100位置能止住下跌了 你怎么就值得100就 航行就跌 到那个位置就下不去了呢 一定要有根据的 为什么下不去 打到了100点 我判断100点是航行的反转点 价格真打到100点下不来 并且再挡来挡去 挡来挡去又掉头向上 那么这时候我们才能判断出 这个100这个位置有支撑 理解这意思吗 我们以后做的是啥呢 是做的这种 我所说的是叫右侧交易 而不是左侧交易 明白吗 那种就属于典型的超顶摸顶了 价格一路暴跌来个多单 一路暴涨来个空单 这是不是超顶摸顶啊 超顶摸顶就是典型的一个左侧交易 那么我们价格 你感觉价格到顶了 真到这个位置 我等它上不去了 掉头线下了 突个钻头扎刀也好 突个顶部的设计师执行也好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才进场 这个就是典型的右侧交易 理不理解 我举着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吗 就一个点位 你判断这个点位转折 先进后进 先进的是左侧 后进是右侧 协谱交易技术呢 在欧美东南亚衍生品市场 被职业交易员广泛的使用 但是为什么我们国内 一直没有吹网开来 主要的因素就是啥呢 很多国内的投资者 直接把国外的技术 拿来生搬硬套 包括波浪理论也好 坚安技术也好 因为本身呢 研究设计支出啊 任何的就这种的国际上 就是说经典的技术 它是根据国外的那些航行走势来编写的 规律性编写的 但是来到咱国内 为啥有的时候 比如说就波浪理论 为啥我就讲个瘸腿波浪 很多时候五浪是走不出来的 可能就是一浪 二浪 然后再往回调 再往上一冲 不一浪 二浪 再冲三浪 三浪的高点经常冲不上去 这个就是典型的一个瘸腿五浪 那咱国内的话 就瘸腿五浪这种 就是瘸腿五浪 就是打不到 第三波上涨完成不了 就已经下来了 就因为咱国内的航行 提过的这些走势 不够国外的成型 知道吗 所以说流畅度 就没有国外的好 为什么邪博技术也好 波浪理论也好 在美元油 美黄金 包括美国三大股指 运用解释都非常的好 为什么咱国内的有时候运用不好 就是咱们有的人盲目套用 老是觉得一波上涨可能三波 当然了 有的时候是经常走出来 但经常也是走不出来的 并没有根据中国股票 汽油市场走势的特征 进行一个改良 以及优化 这就导致适合于国外市场行情的 一个技术 在中国最终不符 反而导致了很多投资的亏损 结果交易技术 和其他国际经典的技术一样 都不能盲目的套用 要根据国内股票 汽油市场的走势特征 进行相应的改良和优化 比如经典的技术 K线的江沿道士 浑沉海贵等等 这些技术一定要经过优化才能做 知道吗 才能在中国的股票汽油市场 发挥它的作用 亏损的本质不是在于技术 什么技术用好的都一样的 知道吗 什么技术用好的都一样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孙海平他教刘翔学跨栏 孙海平他不是说 这一辈子只有刘翔一个学生 但是他教了上百个 几百个学生 为什么刘翔能跑出来 一样的技术 但不一样的人去用 可能就不一样 是不是这道理 一样的菜 说句实话 你也炒过土豆丝 他也炒过土豆丝 你觉得两个人土豆丝 能是一个味吗 不一样的吗 打个比方 最简单的例子 咱们父母做了一辈子饭菜 咱们父母炒土豆丝 跟南强厨厨厨师学校 出来的那些师傅出来 绝对不一个味 是吧 这就是专业跟业余的 最直接的一个不同 他的技术呢 亏钱的本质不是在于技术 而是使用者本身 用的好 他就是赚钱的力气 用不好就是成为杀人的利息 所以说有的时候 你看现在有很多投资者 一进入期货市场 很多这些期货高手教他 做期货玩突破 人家玩突破 人家玩突破 人家画条 你也画条 你拿糊的画 照糊的画条 很多投资者 他只知道人家怎么 大概怎么做 但是不知道你的这些细节 理解吗 就像比如说最简单个例子 咱们一会会讲到 比如说跌破 以跌破为主 价格跌破了一个重要的点位 比如说你觉得100点 这个整个光合很关键 加了跌破 这根K线的形态 可能就决定了 是真跌破还假跌破 比如说这根K线啥形态呢 这根阴线是光头光脑的阴线 那么它再次下跌的 跌破的可能性就大 比如说这根阴线很长的下影线 它虽然跌破了前级的低点的下眼 但它下跌的可能性就不强 理解吗 所以你们做期货 不能只看表面要看着实质 不能照顾的画条 所以说有的时候呢 你就觉得 哎呀 它玩突破我也玩突破 其实我根本赚不了钱 你看玩突破也赚不了钱 玩指标也赚不了钱 一定要把它做到细致 知道吗 做到细致 好了 现在开始讲 什么是斜波技术 斜波的组成啊 先个文字去跟大家说一下 斜波的组成是由五个点组成了 五个点 X AB C D 如果从K线的每一个波段来看 可以 看出是有四个波段 斜波也可以理解为 从已知的四个波段 推出第五个波段 现在文字叙述大家有点不太理解啊 等一会儿我给大家就用图片一 实力图给大家讲解 大家就清楚了 斜波它不是波浪理论 很多人玩那个学波浪理论学不好 为啥 千人千浪 你怎么数怎么有理 总是默论两可 但斜波 我给大家 让大家画一个图 那么大家画的一个图 最终全是一个 一模一样的东西 理解这意思吗 比如我教大家 大家一会儿等着会让大家思考 我说你把这个斜波的这图画出来 基本是一千个人 只能出现一个特定的图形 理解这意思不 波浪理论就不一定 千人可能数千个了 懂吗 所以说波浪理论是不能量化的 一个滞后性的分析 这套理论是极其复杂 还有带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 而斜波的每一个波段 有严格明确的位置 一千个人画出来只有一个图形 明白吗 并且斜波没有滞后性 还有先行性 好 我用图例给大家做演示 X4点开始上涨 涨到A 这是第一波上涨 明白吗 我刚才不讲了吗 通过四个波段 推出第五个波段的反转点 那哪四个波段呢 X4A形成上涨 第一波上涨 A和B形成上涨中的回调 是不是啊 那么回调之后再次上涨 B跟C再次上涨 这是不是一个波段 两波行情 三波行情 四波行情 等于说五个点形成四波行情 大家这个能不能理解啊 因为我讲的话 一定要所有的人都懂 就四个点形成了 把五个点形成了四个波段 那么当X4A跟A到B B到C到D 完全符合我们斜波的特定的一个值 那么低点就是很有可能 就是高胜算的反转点 也就是说价格打到低点 就是胜算很高的一个反转点 那么如果价格打到低点下不来 我们就可以低点作为支撑 尽量做多 理解这个意思不 五个点形成了四个波段 四波行情 这四波行情可以推出来 由低点转折之后的 第五波行情的一个走势 就是上涨 因为它反转嘛 知道吗 好了 它有一个先行性和准确性 在行情还没有发展到 这时候呢 斜波已经可以精确地告诉你 最后的低点会落在什么位置 低点就是斜波的现场点和进场点 好 这里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实际的行情 一会儿还会画的 我给大家找个景 比如说这波行情从这个位置开始上涨 X点 是不是X点呢 启动点 X点到A点 知道吗 你画到这也可以 因为它俩是一个属于一个平顶 是吧 你把它画这也可以 X点到这个A点 这是低一波上涨 那么价格回调 这就是A点到B点 明白的意思吗 这是A点到B点的回调 那价格再上涨 就是B点到C点的再次上涨 再次回调 C点它大概回调的位置 就是在这个 我们到时候会怎么算 以后会教大家怎么算 这个点就是一个高胜算的一个支撑位 也就所谓的反转点 那你知道了加的 知道了有已知的四波行情 那么你就有可能判断出了这个反转低点 而且记住这一点 当我们发现 从低一波上涨 回调 再上涨 只要通过上去 再往下跌 那这个时候 通过我们斜波的一个测量 我们就知道 大概行情前期的一个反转点位 也就是支撑点位 大概在这个位置 所以说 这为什么有的时候 小智一问我目标位在哪里 我就用这个斜波去量一下 知道吗 一量 他说在这个位置做空 说白老师 我在这个位置做空 给我说一个 给我报一个目标位 那么我一量 大家在这个位置 我就告诉你 你就报这就可以了 知道吗 因为这个位置60%以上吧 在这个位置就下不来 懂吗 这就是斜波的魅力 就是有已知 这回总共斜波的构成 已知的五个点 形成了四波行情 已知的五个点 形成四波行情 推算出高升算的反转 这个低点 理解了没 很简单 已知的五个点 X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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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C D 四五个点 形成了四波行情 一波上涨 回调 上涨 回调 那么我们如果说 价格打到C点的位置 上不去了 开始往下跌了 我们就可以判断出来 大概它会在什么位置 行情下不来 受到支撑 那么我们用传统的技术 可能说 哎呀 价格下跌 那到前期的这个低点 可能被撑住了 那如果用传统的技术的话 那你可能是啥呢 价格下跌 哎呀 前期重要的一个低点 那肯定在这下不来 那但是我们发现了没有 价格打到前期的 是还往下挫一下 这就是斜波的技术 它你就是传统技术 是比不了的 传统技术 你找支撑阻力 是不是就是找什么 前期的高点 前期的低点 对不对啊 比较传统 但斜波的话 体内还要优化一点 知道吗 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个前期的低点撑不住 可能打下来之后 再次上涨 这就是斜波 这个也是 比较这个 比如说 你知道XA上涨到 X到A A到B B到C 价格往下跌了 那这个时候 我们用斜波一量 7点有可能在哪个位置 出现了一个支撑位呢 那就有可能在这个低点 一会儿我会给大家慢慢讲这个低点 低点怎么确认 C点怎么确认 它有一个固定的值 低点怎么确认 必须达到我们想要的值 它才能形成这个斜波形态 理解了这个意思吗 不是蒙的 也不是说的默论两可的 就是那个点 知道吗 看这个 找到这个位置下不来 下不来的话 我们就以这个位置 你想做多 反转 那么这个位置 有一个蓄力动声 垂线组合 知道吗 我们就 就以蓄力动声为 进场依据 进场去做多 或者是 这个位置 底部的一个 涉及垂头线呢 这是不是也符合 我们讲的 空中铁锤啊 就想想 是不是空中铁锤啊 空中铁锤 我们还会给大家讲 这个值 先给大家说一下 这标准的一个斜波 是吧 两个三角形 其实很好看 完了没事呢 这个东西 像我们做机会 其实是个乐趣 因为每天画呀 每天在画 在我具体上做画一样 画一画 横线画一画 判断一下 其实是一种乐趣 知道吗 就从中寻找一些战绩 很有意思的一个东西 知道吗 如果你的判断正确了 你会很有满足感 知道吗 那错误了 为什么错误了 我们去纠正 其实这是一个循序间 你学习 其实也很快乐的 是吧 那么这个大家看一下 结果技术 当我们确定XA 也就是第一波的上涨 或者下跌行情后 接下来的BGD三个点 就由斐波纳契数列的数列来确定 一会就会讲到斐波 等级的斐波纳契 黄金分割率 大家应该清楚了吧 0.618 这都大家公认的 这是很神奇的 是不是 非常神奇的 迟到了 由于斐波纳契的数值是固定的 也就0.618就是0.618 0.617都不行 懂吗 50%就是50% 0.382就是0.382 差一点都不行 所以说它的值是固定的 所以说斐波技术 跟波浪理论 千人千浪不同点就是 千人用斐波最终得到的是一个固定的处形 也就是1000个人最终都会得到同一个缓转点 低点 明白吗 就打个比方 我让你在这画 比如说 我说大家画这个斐波 大家所有的人 8个人 9个人 10个人 最终都找到的点 全是这个 一点都没有错 这就是斐波的魅力 就是不贵说的莫棱两可 理解吧 用斐波技术找出的反转低点 反转的成功率一般在60%以上 已经很好了 懂吗 已经很好 你想 有的人说 老师你的胜算能够达到89% 没有那么高的 是吗 我不今天跟他交流也是说 老师你说做期货是追求高胜算 还是追求高的盈亏比 都要追 是吧 那么高胜算 当然了你的胜算越高越好 78%越高越好 你的盈亏比越大越好 我总是亏100块钱 盈利总是盈利在300块以上 那当然好了 对不对 做期货 你要想盈利两个比做好 盈亏比胜负比 想想是不是这道理 你单做哪个都不行 你说白了 我就做盈亏比 我每次进场亏损就是100块钱 我盈利总是保持在300块钱 那你胜负比不行 你十次交易九次亏损 你就那一次盈利来的一比三 有意义吗 没意义吧 所以盈亏比跟胜负比 记住两个比 以后我们做的话就是经 我们以后做期货 做到最后就是啥呢 就是 就是优化咱们这两个比 一个是胜负 二是盈亏 如果你算一下 你天天算 比如说你平均 平均做十手 止损总是200 盈利总是100 这就盈亏比就做得很烂了吗 就打个比方 你先说盈亏比 各时次交易 每次亏损是100 盈利100 这打等于个五五分账吗 但是你这胜负比 6比4 你是不是还是盈利的 你想想是不是这个比例 对不对 那打个比方 你这胜负比 我说的很简单 你胜负比 哪怕是亏损6次 盈利4次 但你的盈亏比大 你每次达到3比1 你的胜负比都基本 你可以都忽略掉了吗 你每次都能拿到很大的一个站子 你想想盈利是不是这个道理 那么刚才谈了好久的斐伯纳契 斐伯纳契树裂的是什么呢 斐伯纳契树裂是人类历史中一个重大的一个发现 它是由13世纪 13世纪意大利数学家斐伯纳契创始的 也是西方第一个研究斐伯纳契的人 现在我们在所有的建筑中很多都是用到斐伯纳契的这些值 包括我们人体 有很多都是 为什么说一个人长得好标不标准 有黄金比例 也包括五官 包括身材 你越接近黄金比例的话 你是不是越好看 包括你五官 怎么眼睛 这些东西 对不对 你的身材也是肚脐尔 肚脐尔到脑袋是1 完了肚脐尔到脚尖是1.618 你越标准你这个人长得越帅 是不是这道理 你从整体来看越好看越美观 是不是这道理 我们所有的审美 包括我们房子 包括我们一些汽车也好 就包括我们比如这个手上 从这个位置到这个位置是1 从这个位置到这个位置是1.618 这是黄金分割就非常的标准的 包括这个手指 从这个位置到这个位置是1 从这个位置是它的1.618 就很神奇的 包括人体 包括建筑 全是这样子的 那么斐尔纳契苏列呢 大到整个宇宙 小到分子原子 从时间到空间 从自然的人类经济 军事艺术建筑工程 包括金融衍生品 股票 企物外购等市场 各种现象的规律中 都能找出斐尔纳契苏列的一个痕迹 知道吗 斐尔纳契我们要学的是这个 那么先了解一下这个斐尔纳契苏列 斐尔纳契苏列是这种一个神奇的数列 这里边我就不太说了 它俩是1.2.3这种的 后边的两个相加越来越接近什么 越来越接近0.186 知道吗 就是打个比方 这个后两个相加 这个数列从第三项开始 每一项都等于前两项之和 前一项与后一项的比值 越来越接近黄金分割 0.618 或者说后一项与前一项的比值 小部分 小数部分越来越逼近0.618 因此被称为黄金分割率 知道吗 最常用的就是0.618跟1.618 两个数列 我们就最常用的 这个大家想 我不是说了吗 这个手 这个手是1 从这是1.618 这一点不标准 这是不标准 这个 这个 大家可以看这个 这个是意大利万神庙 大家看到这个 一起来是1 横起来是1.618 埃菲尔铁塔也是 这一节是1 这一节就是1.618 所以这样才美观 没发现吗 就很多用黄金分割的话 建筑的 做的一些建筑就非常美观 包括我们汽车呀 包括很多东西都是这样子 是吧 包括我们有些书本啊 也是这边 这边1.618 看上去就整 就好看一点 指尖 到我们手上 指尖到我们 第二关节 是吧 第二关节 到指尖的一个比例 从指尖到肘 那么从肘到肩膀 是吧 这都是一个0.618 还有1.618 多小的北伯纳契就两个 比例是0.618 跟1.618 北伯纳契 苏列呢 怎么会跟交易扯上关系呢 交易市场是一个群体行为发生的一个场所 同时也是整个宇宙的一部分 北伯纳契比例呢 是整个宇宙秩序的一部分 在宇宙中的任何事物中能得到体现 所以说北伯纳契比例呢 必须以各种或者货引货现的一个方式 比现在金融产品的价格走势中 无论股票 证券 商品 期货都是如此 如果说 学博技术是揭开金融市场的密码 那么北伯纳契就是第一把钥匙 学习后 大家会深深体会到这一点 是吧 深深体会到这一点 那么在金融市场中 重要的北伯纳契 我刚刚给大家讲了 先讲回撤的 北伯纳契苏列呢 分为回撤跟扩产两部分 回撤上涨中的回调 我们就讲了上涨中的回调 也就我这里讲的回撤 有三个重要的一个点位回撤 一是0.382 第二是50% 第三是0.618 0.618 那么0.382跟0.618 都是北伯纳契数列 那么0.5 0.5那个是江恩理论的创始人发现的 价格可能运行到之前的一半 还有衍生出来两个 0.786还有0.886 回调的回撤的这几个 1 2 3 4 5 5个北伯纳契数列 大家记住了 记住了 一会看教大家怎么去用 一点点去用 这是回撤中 北伯纳契回撤呢 用于计算已知的行情 无法继续或者回撤 可能达到的一个位置 当价格出现回撤 运用北伯纳契回撤 密切观察 航行在0.382 0.5和0.618 包括0.786 0.886这些回撤的价位 有没有受到支撑跟阻挡 并配合K线形态 技术指标 在理想的点位再次进场 运用北伯纳契回撤呢 也能起到一个 对航行的一个预警作用 提醒我们航行有可能 将在以上的点位 受到支撑或者阻挡 理解吗 以上北伯纳契回撤的点位呢 既可以是再次进场的点位 也可以是止损的点位 所以说有的时候是这样子的吗 就像我说的 价格上涨中的回调 一般0.618是它的最后一道防线 如果价格上涨中的回调 跌破了这波的0.618 基本就很难再上涨了 记住一点 0.618是最重要的一个点位 知道吗 你不要价格上涨回调 超过0.618 你还想着怎么去做多呢 就很难再上涨了 明白吗 如果一波行情回撤超过0.618 那么这波行情 可能无法再次向原有的方向运行 也就意味着一波行情的终结 一般呢 一波行情如果跌破了0.618 我就不参与了 是吧 你跌破0.618 又有很可能从起点 起点上涨 然后回调到中间 又回调到中间 从0涨到100 跌跌跌 跌破了0.618 那有可能就回到0了 经常是这样子的 知道吗 为什么说0.382 还有0.786 还有0.886 也是黄金分割率呢 大家可以看 0.382 是0.618 乘以0.618 这个图类是0.382 那么 也正好是啥呢 1 这个整数 0.382 加上0.618 是个整数1 知道吗 它就这么密切 那么 0.786 是0.618 的平方根 也就是说啥呢 0.786 乘以0.786 等于0.618 大家知道就可以了 那么 0.886 又是0.786 的平方根 也就等于啥 0.886 乘以0.886 等于0.786 0.5 是1的一半 就这几个值 就是非常的重要 给大家在这里讲一下 它的形成 为什么 不是说随便找个 0.456 0.258 知道吗 因为这几个值 0.382 0.382 也好 还有0.786 也好 还有0.886 也好 它都跟0.618 有密切的关系 都是0.618 衍生出来的 就打个比方 0.382 怎么出来的 就0.618 乘以0.618 就等于0.382 那么 0.786 怎么出来的 那是两个 0.786相乘 是等于0.618 懂了吗 都是每一要 0.618 这个黄金分割 这个值 就是产生的 那再举个例子 这是人民币的 这种的 这种的 就是说 0.386 就是这种黄金分割率 就北部纳基数列 在任何的航行中 都通用的 都可以用 这波航行 从这个位置下跌 大家可以看到 下跌之后 这么跌到这里 开始反弹 就打到0.618 这个位置上不去 知道吗 很多时候是这样子的 如果是上去了 就是0.618 那么有可能 这波航行就 回到了 从起点到中点 再回到了中点 起点 明白吗 所以说 经常航行 打到0.618 这个位置 就上不去 所以说 今天我们 今天所学的课程 就围绕着 0.618来展开的 而且围绕着 0.618来判断 是有可能 出现的反转点 那这个是 互吕 互吕 互吕也是 从这个起点 到这个位置下跌 跌到了低点 之后下不来 下不来 再上涨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0.618 0.618 打到这上不去了 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根据 这个的 它这个回调到 0.618 完了 再接下来 通过它来画出 我们的黄金分割率 知道吗 黄金分割率 画出我们的 斜波的 不 斜波的图形 比如说这个 就像这个 随便还找一个 随便找一个 打个比方 打个比方 这个已经不是了 这个已经不是斜波了 后边不是了 如果说行情像这个 行情从这个位置 涨到这个位置 咱后边看不到 咱们可以简单判断出 行情可能会走出 这斜波 那怎么判断呢 首先我们一看 价格 先画画 先一看 因为x点 这个低点 x开始上涨 涨到a 然后a再回调 涨到b 我们一看 这是已经 我们斜波图形 我们不说了吗 五个点 五个点 形成四波行情 产生了斜波的固定的一个图形 那么这是一个点 两个点 三个点 已经形成三波了吧 就已经形成了三个点 形成两波行情了吧 那这次我们回来测一下 那么从这个位置 回调到这个位置是多少呢 我去算一下 待会儿给放大 放大放大 不放大 大家看不出来 那大家得看到 这波上涨之后的回调 它这个位置 看到这个位置呢 这个位置是回调到 转一会儿 转一会儿 这个是不准确 你拉到1925 对对对 要拉到1925 对对对 你说对了 刚才这个 你拉过来 没拉 转一会儿 我重来重画一下 我说什么 不对 这样啊 这样啊 别动 这样子 看啊 从这个位置 拉到1926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 这波行情上涨回调 回调多少 0.382 50% 0.618 它大概是跌破了 0.618之后的一个 0.786这个位置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根据我们 这些图形 就是可以简单 不看后面啊 就这个三点形出现之后 我们就可以跟这个图形 判断出 它有可能是啥呢 有可能是我们这个 接下来讲叫蝴蝶形态 但是它后来就走不出来 蝴蝶形态了 为啥蝴蝶形态 它是不能突破前级的 前级的这个高点的 如果它这么走 如果它这么走啊 接下来这么走 打个比方 现在已经左边出来了 那右边它这么走 如果它这么走 那么这个时候 就是一个标准的 一个斜拨图形的 一个蝴蝶形态 明白吗 所以这是一个失败的 失败的咱就不管它 不去看它 我找一个 找一个 好画一点的 像这些都可以画 怎么画呢 我现在就教给大家 怎么听是怎么画 比如说 这个从这个位置下跌 就到这个位置了 就回调在这个位置 那么这个位置的话 那么这个位置又开始下跌 又开始下跌 从这个位置又下跌 那么有可能走成这个位置 知道吗 现在给大家讲一下 有的时候呢 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学到 那个位置 我们像这种的 出现了已知的下跌 第一步行情 回到第二步行情 还有第三步行情 那么我们就可以判断出 第四步行情能走到哪里 那么我们也要判断 这个是否成立 因为这个从这个位置下跌 到这个位置 它反弹了多少呢 算一下 它反弹了多少 你看 正好达到0.618 是吧 你看这个位置 是不是这个位置正好是0.618 看到没有 这是是不是0.618 这个位置 看到没有 这个正好下跌 反弹到0.618 那这个先符合了 这两个下跌跟反弹 先符合了我们做 其一波的一个标准 那就看这一波 这波如果再符合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简单的判断 这次再次上涨 大概的一个位置 平时我们做单 这已经通过它来判断 价格涨到哪里上不去了 反弹点 明白这道理吗 好 这就是这样啊 这是黄金分割率 所以在交易中下跌 反弹 大家记住 几个比较重要的值 0.382 50% 0.618 78.6 88.6 100 明白吗 这是一波航行的一个回撤 下跌途中反弹 上海途中回调的一个 大概的几个正常的一个点位 那么这个逗破的 逗破的话也是这样子 从这个位置下跌 下跌之后打到0.618 一般打到0.618 我们就可以判断是一个加特利形态 你以后会讲到 我先不说什么形态了 因为大家会懵 下跌反弹 再下跌再上涨 基本这个位置 我们就可以判断这是一反转点 在这个位置可以进场做什么 进场去做空了 这是逗破2009 我看看逗破2009 那波是长得什么样子 咱们在实际行业中去看一看 验证一下 这是逗破60分钟 现在是2009 这块是哪一个行情 我看看这块哪一天的行情 这块是这块行情 大家可以看到 那个看到这块啊 就是这块行情 是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高点过来 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地方是否判断 是否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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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块是否判断 这块是否判断 是否判断 是这样的 大家可以看到吗? 当时还没有下跌,你就画出这个反准点了 在这个位置,是不是这个位置下跌了? 它就到这上去 这是一个标准的,我们接下来讲的一个加特利形态 我们在实际交易中,这些东西都经常会画的 这个是这么画,还可以这么画 你看,反正都可以画 所以这个技术要灵活用,比如说我们这么画 这个是我们接下来讲的一个塞浦形态 这就是精准的一个转折点 大概是这个位置,我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塞浦就是这个位置,它是扩展的 0.274到0.414这个位置 去反转这个位置,知道吗? 我先不给大家讲,讲那么太多 因为大家可能是有点记不住 先慢慢给大家渗透的去讲 渗透去讲,先讲那个下跌途中的一个反弹 或上涨中的一个回调 有一个重要的值,就是0.382 50% 0.618 0.786 还有0.886 记住这五个就可以了 记住,慢慢学 还有扩展 那么在金融市场中 重要的一个选择那是一个扩展 什么叫扩展? 什么叫扩展呢? 就是上涨 当航行回测 回测以后突破前高 在延续此波航行的时候 我们测量价格即将要到达的一个目标位 具有对航行判断的先行性 扩展的速列呢 第一有1.13 那么1.272 1.414 还有1.618 1.618 我们重点的是学哪几个呢? 就是1.272 1.414 跟1.618 可以了 以上北无纳技能 在我们接下来坑中 就反复的使用 这里边只是我先设置一下这个 比例 这个一会会教给大家怎么去设置 这是国际大师的 黄金分割率扩展的1.618 当然有0.618也有1.618 1.618是啥呢 是1.272乘以1.272得出来1.618 也就是1.272为什么也加进去了 就是它是两个1.212相乘 就是0.1.618 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二 有1就有2 那么1.414乘以1.414就得出来一个是2 对吧 这是它的一个平方根 那么大家看这个 重要的是1.272和1.414跟1.618 那么加个大概就是这个 你看 我看看这个 这个 看这个 那个有点不标准 这个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价格从这个起点到这个开始 从起点到终点之后的回调 价格再次上涨 突破前期的高点 它经常会碰到几个压力位呢 一个是1.113 那么一个是1.272 还有再往上是1.414 再往上就是1.618 明白吗 是前方挡着的 就是举个例子 举个石盘的例子 打个比方 怎么举这个例子呢 怎么举这个例子呢 我找一个正在走的航行 正在走的航行 以这个为例 以这个为例 大家看一下 你看 这个是从这个位 这个还不行 以这个为例 那么价格上涨 价格上涨 上涨之后呢 它打到哪个 会对它有支撑呢 那么我们看一下 这个位置 从这个位置上涨 到这个位置回调 再次上涨 突破前期的这个高点 大家可以看到这么测量 用黄金分割率一量 现在1.414 知道吗 1.414 这个位置已经破了 那前方我就不说了 前方还有一个重要的位置 就是1.618 那它有可能到1.618上不去 如果到1.618上不去 如果出现了顶部的 一个反传点 我们就可以在那里做空 就是这么合理的运用 一个回射跟扩展 能理解这意思吗 这个值我还没有设置好 一点点没出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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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面出来 我试试这个点 我看看那个点呢 不是不是错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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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个点在这搞错了啊 搞错了 在这 在这个 大家都学会这个设置啊 一会就要你们就在这博异大师就把这个数值都给设置出来 设置好啊 再出来了 刚才点放出位置了 那么价格突破的前提这个高点呢 那么有可能打到1.272受到阻挡 也有可能1.414 那么最终打到1.618的时候很可能就成缓转了 明白吗 记住这几个位置啊 用它测量目标位的话会更好 更方便 知道吗 更方便 好 那么大家再看一下 北方大师扩展用于计算已知的行情在未来延续的极限位置 就是突破了前提的高点之后 未来延续的极限位置 1.272 1.414 还有1.618 三个值 记住这三个值啊 运用北方大师扩展 密切观察 航行在1.272 1.414 以及1.618 这三个扩展 未有无反转的迹象 并配合K线形态 技术指标 在理想的点位进场 懂了吗 这回你就知道大概价格会打到哪个位置可以受到阻挡 那么在那个位置受到阻挡 就是可能出现一个反转 知道吗 会不会有的时候航行一冲 你都不知道在哪个位置反转 可能它就冲到1.618 运用北方大师扩展 也能起到对于航行的预警作用 提醒我们航行 有可能将在这三个点位发生反转 提起做好 获利了结 或者是获利了结 0.618扩展也就是1.618 那么它跟那个1.618 它里边这几个它俩的关系是啥呢 1.272乘以1.272就是1.618 那1.414乘以1.414就是2 总结起来呢 重点关注回撤 0.618 0.382和扩展的1.272 1.414跟1.618 是吧 1.618 北方大师在交易中的一个用途呢 北方大师扩展用于计算 那这个刚才说完了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扩展在实际行业中的一个例子 这是铝的 5分钟的 那么价格从这个位置开始上涨 然后回调 再次上涨 打到1.618就上不去了 知道吗 1.618就上不去了 而且这个1.618反转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可能性非常大 如果1.618都被突破的话 就有可能成为单边了 知道吗 有可能成为单边了 这个大家可以看这个 也是 这个就是一个斜波的一个形态 从这个位置下跌 这个底部开始上涨 涨上之后回调再上涨 它就打到1.272 知道吗 它就打到1.272的附近 就上不去 知道吗 本节课程呢 给大家总结一下 了解企业国技术的一个交易原理 北国纳契数列在交易中的一个运用 黄金分割率 0.618和1.618在交易中的一个重要性 那么这解课就到此为止 讲完课之后 大家把电脑打开 去把这些数 这些黄金分割率这几个值 给测试一下 好嘞 这些黄金分割率 这些黄金分割率